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應邀出席理貢大學學生會 公民廣堂的座談會 我當它是一個,今天有兩場的 我是第一場 我的主題是,你同學給我 今天香港時政分析 其實這個題目很大 今天我們當然是講 當前香港的政治形勢 我的題綱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這24個字 這是題目的題綱 我今天講話的題綱 然後根據這個題綱 我就會大概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希望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個就是,此步制圈,進退實區 這個當然是指政府 包括一個特區政府的主持共產黨 第二個就是,這個所謂 退遲一步直步四所 我講的就是抗爭者 以及支持抗爭香港人 你不能夠退,一退就還原 第三個部分就是一個遠景 即未來目標的整件事 我講的就是兩件事 一個是民主,一個是民生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爭取到政府還政於民 以及還富於民 香港會不會有改變 除非我們大家束手就擒 好像大陸這樣,跟中國人民一樣 你做奴隸或坐穩奴隸 但對於我們年輕一代來說 這是不可能的 第三個就是關鍵全民制憲 從新立在過去的政府趨勸 即將香港政治發展的權力交給香港人 簡單來說就是還政於民 還富於民就是現在的貧富元素的差距這麼大 以及政府的政策 過去的22年代財經政策 都是向這個財團傾斜 所以搞到民生丟毀民怨就自然出現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未來的願景 或者我們現在這班年輕人在前線 他們犧牲他們自己的時間 甚至要受傷被捕 如果結果是我們爭取不到這個目標的話 他們就白坐牢、白犧牲 白犧牲 所以今天我主要就是還原這三個部分 就跟大家討論一下當前香港的形勢 所謂指暴制圈進退失據 我剛才說了就是指這個港共政權和共產黨 很多人經常都會 例如我遇到一些朋友 他們都會問我一些問題 很簡單的就是經常會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共產黨會否出售 解放軍會否入城 沒有機會會否來香港 止暴制圈 萬一特區政府 沒有辦法止暴制圈的話 對 這是很常會問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會問的就是 有沒有一個死線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70週年 那是甚麼死線 就是說這個特區政府 或者共產黨 是不是要在10月1日之前 一定要解決香港現在這個問題 所謂解決的意思就是 止暴制亂是取得勝利 或者用共產黨慣常的政治用語 就是止暴制亂的政治鬥爭取得勝利 那是否有條死線 第二個問題很常問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 會問 怎麼收科呢 我想你們都有機會 遇到有些人 可能問你們這些問題 或者在學校裏 有些外國的學生 甚至乎大陸的學生 可能會問這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解放軍會否入城 武警會否來止暴制亂 我們又要問回 解放軍入城 他那個止暴制亂的手段 和現在香港這些特區黑警的手段 是否一樣 如果不是一樣 那需要他進來呢 現在已經是打到你撐 是嗎 拉到你撐 是嗎 完全在執法 即是行使公權力的時候 是違反警例 違反國際人權 對警察行使執法權的規範 全部違反了 是吧 是吧 大家可以在網上的影片 可以看到 即是你看CCTVB 都可以看到 是吧 每一次出勤 防部隊也好 出門小組也好 都要填一些東西 要填很多東西 余宰也要填很多東西 他怎樣填呢 你告訴我 正如在某日有個警察記者會 警察記者會的警察說 警員是有專業的能力 知識去分別 哪些是示威者 哪些是市民 即是說在車廂831 無差別 即是恐怖襲擊 他的答案是 他是分得到的 有這個專業的能力 哪有這個專業的能力分得到呢 殺紅了眼 電光火石 衝入地鐵車廂 不斷射那些胡椒噴霧 不斷拿那些警棍搖 是吧 所以基本上 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們和暴徒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他是有牌的暴徒 所以你解放軍入城 要去止暴制亂 你所使用的手段 是不是超越了警察所使用的手段 才可以 即是說 你會開槍殺人 會不會呢 如果解放軍入城 他止暴制亂的手段 是超越香港現在的黑警 那他一定是曬平的 那他一定是曬平的 是不是 一架架坦克車進來的時候 說在他前面的 一定不是一個人 不是三十年前 有一個人 一個人對著 一排坦克車 接著這張照片 成為一個 最重要的 全世界 每一年都有人拿這張照片出來 是嗎 但是當你解放軍入了香港之後 不是一個人去頂你的 一排人手 拉手 榮光歸於香港 唱歌的時候 這張照片 是否會在國際媒體的版面 佔最重要的位置 然後客觀的效果 你共產黨就要面對全世界的制裁 除非你進來 那這個 即是說 這一種這樣的做法 其實現在你看到 就是說 在止暴制亂 我們純粹 先不要講一個儀式形態 只是講一個工具 就是這班警察 現在這班警察 就已經變成 一見到年輕人 就想打 OK 這就是屬於精神層面 在工具層面 用盡 胡椒噴霧 巨型的油 脂妝的油 煲袋彈 催淚彈 水炮車 向空 即是上空 明放空彈 什麼都做齊 是指針在面對著你 射死你 這些工具都用完了 又拘捕了這麼多人 又在新屋嶺的拘留所裡 施酷刑 全都提醒了 再下一步要用的就是開槍殺人 但這種工具是不能用 亦都不敢用 現在很明顯就是 整個特區政府在止暴制亂裏面 是進對失據的 大家看到 現在忽然當了一條糞子 就是發一萬支伸縮警棍 給那些優班警員 這個會造成一個什麼後果呢 我們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估計的話 那我怎麼分兵賊呢 其實都是賊 他沒有穿制服 他下了休班 他上班的時候 就是速龍小組 或者是防部隊 他喜歡打人 就是上了拋印的 他是下OT打人的 OK 他下了班 他打人 肯定是打人 那肯定是 是吧 多爽 我看你不順眼 我就打你 是吧 我在地鐵裡見到他們兩個穿黑衣 或者三個嬰兒走在一起 我就打擾警員來拘捕你 是吧 因為他都是執法 你要看到記者會 這個 PBROV那個總警司就說 是吧 他執法的時候 他休班也是在執法 是吧 那他就是警察 這樣 就是說 當作一條這樣的糞子 你都不可能止暴制了 那你可以做什麼 三個月已經 到現在為止 社會的撕裂 有些人說很嚴重 我也很不同意這種說法 社會上面 藍絲黃絲的對立撕裂很嚴重 我真的看不到 那些所謂藍絲 就是兩種人 一種就是孟子 可能你的父母都是 或者你的親戚都是 是孟子 另外一種是孟子 無恥是孟子 是鬥工 去做壞事 是吧 包括那些孟子 兩種人 但是無恥的人 就佔少數 無知的人佔多數 是吧 但是這些無知的人 包括那些無知的婦孺 或者是媽媽 他見到那些小孩 不斷被人打 他有兒子 他有子女 在讀中學 現在已經是中學生 反彈了 是不是 他是藍絲 或者他不要說是藍絲 就是一些如夫如婦 我們說的 是吧 對政治很冷感 就是那種人 是吧 最好就不要暴力 類似這些 大家都聽不少 是吧 他看看 他都會生氣 所以社會哪有對立 絕大部分香港人 都是支持政治抗爭 很明顯 是吧 政府 和警察 就是奸 如果用中間義婚法來看 是吧 去示威那些是中的 這是很明顯的 是吧 是吧 大多數香港人在心目中 有超過三分一的人 上街為一個單一議題 去遊行 是吧 這三分一的人 未必全部都贊成 勇武前線的年輕人 那種行為 是吧 但是一個城市裏面 有三分一的人 就一個單一的議題 上街遊行 反對這個政府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 這個政府應該倒了九年 是吧 他之所以不倒 就是因為有共產黨後面撐腰 歸根結底就是一個 一國兩制的問題 是吧 過去二十多年來 是吧 大家 現在 就是戒慎恐懼 對這個所謂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究竟可不可以真正實現 是吧 個個都是 就是 是 余林深淵 余李薄冰 特別是那些曹政的人 所以民主派就發明了 一種叫做民主回歸 希望中國有民主 香港就有民主 民主就要循序漸准 請你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那他就告訴你 他沒有依照基本法規定 你取什麼 是吧 現實就是這樣 第三個部分 其實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還政於民 一個是還富於民 所以這個止暴制亂 你看到現在的情況 它可用的工具都用了 是吧 我們很難想像這個解放軍 坦克開入香港市區 它會不會好像六四一樣 只有一條孤零零 去擋那排坦克車 或有一大群人 全部都是年青人 就是當你們擋車 是吧 然後你會不會相信 習近平 作為軍委會主席 如果解放軍入城 是一定要下力的 然後入城之後 就好像當年在北京城 開槍射殺 手無鑽鐵的學生 大家試想想一下 如果會的 習近平 將成為歷史罪人 是萬世的歷史罪人 現在我對共產黨的有孩的認知 和整個國際形勢 這個有孩的認知 我就跟它引頭過不頭 所以早輪成日 文工武客 又武警在深圳邊境 解剖軍可能會入城 又有緊急狀態 說這些事情 到最後 你看看共產黨的宣傳喉舌 現在都是在炮軍 那些所謂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內政 是不是 那個聲氣全部是放軟的 說句難聽些 基本上是求謠 為何大家最近這麼重視 特區政府也好 外交部也好 這麼重視 那個所謂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為何這麼重視 是不是 你天天在罵 代表你很緊張 很緊低 從人性的角度來看 就知道 在整個國際形勢之下 當然我是一個極力反對 勾結外國勢力的人 但是現在今時今日 就不是來勾結他 他一定是來借香港去發為 這是必然的 西方民主國家 說人權民主自由 香港現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可以不出色 是不是 當年你怎樣 讓這個共產黨的中國 入世後 就是你希望和平演變他 是不是 等到他衣食足足之名肉 香港人 大家很明白這句說話 你有錢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知道 什麼叫做 榮什麼叫肉 是吧 那就放你進去 結果我養肥了你 然後川普說我養肥了你 你天天偷我的東西 我就搞你 都很簡單 是吧 這個是國際 政治的權力鬥爭 你當年為何會放他 八九六四之後 全世界制裁中國 鄧小平咬緊牙關 打落門牙 和血吞 沉潛內暖 韜江兩悔 搞經濟改革 是吧 三十年 卓然有成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是吧 但是貪污腐敗 極權 更加穩固 是吧 本來就是 開放 給你一條生路和 始終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 你怎麼制裁他呢 是吧 那如果他搞市場經濟 釋放了生產力 那真是中國人有句話 由車入劍不難 就是由劍入車易 喂 我有錢 你現在叫我窮 我當然是跟你拼命 是吧 那你就會改變 你就會爭取自己個人的權益 是吧 慢慢就會形成一個中產階級 公民社會 是吧 從一個善良的動機來看 西方帝國主義 是這樣想的 是吧 是吧 但是法國不對勁 你是賊 再養肥 你就是我瓜 那就教你了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加稅 現在中國的經濟不斷下滑 你有什麼籌碼 去和西方國家 美國和歐盟 進行這場鬥爭 這不是毛澤東時代 美帝 美國帝國主義 謀我之心 亡我之心不死 這是毛主席的名言 是吧 今時今日 是你自己看自己 所以香港問題 極有可能成為 落桌上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我有時候 當年 很早以前 80年代初 我開始寫香港前途問題 那些評論的時候 在報紙上寫專欄寫社論的時候 我個人來說 我是絕對不相信 一國兩制 我當時已經是 常常在悲觀主義 我那個立論很簡單 跟魏康一樣 有共產黨一日 香港就沒有運行 這是我們很懷悟的思想 你可說 二十多年來 證明了我們 這種懷悟思想 你一天 是一個獨裁統治 然後香港 你說給他 一定程度的民主 你也相信 是吧 我們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一直以來 我是一個很悲觀 對香港人很悲觀的人 但我們不走 是吧 我們不走的原因 就是 我們是一個大香港主義的人 曾經我們是大中華交際 因為 希望中國 就是這個 香港這個地方 可以作為 承傳中華文化的地方 是吧 而是 希望共產黨 會臨台 曾經寄望於台灣當局 結果台灣是自愛於中國 你還可以寄望 後來又證明他現在 自愛於中國是對的 你怎可以跟他混在一起 是吧 所以那個政治的變化 其實很清楚 我們的政治立場 或者有些人說 我們對國家民族 那些看法 或者有轉變 我其實覺得這些轉變 是非常自然的 你只看一個理儀 就知道 今年83歲 他現在比任何人 都是更本土派 比任何人更加勇武派 這種思想的轉變 由一個親中親共 變成現在 即是一個 本土派的 我叫他本土派的劍筆 這個就是本土派的劍筆 這個就是本土派的劍筆 不是年輕的 沒有搞錯 你看他寫的文章 每一篇 都是站在 時代的前端 我跟他交往了四十年 非常之 了解他這個人 令我們非常之佩服的一位 我看那麼多人寫這些文字 有些我都不喜歡看 我自己作為寫稿的人 我都覺得 有些人真是 語言無味 看來做甚麼 至於那些 先有結論去寫文章的人 更加我們會看 你們當時理工大學的教授陳文雄 你們看來做甚麼 讀書人變成人渣 他們說要人口換血 最好 我人口換血 很簡單 殺了香港 這些人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人口換血 所以你看到 這個止暴制圈 已經是去到一個進退失據的時候 是吧 下一步 會怎樣做呢 當然他們的主觀願望 就是真的可以止暴 可以制圈 是吧 沒有人再上街衝擊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極低的 是吧 即是你已經跟一個人 結下這個不共大天之手 我在2013年的時候 已經警告這個林鄭月 你再這樣搞下去 那時候是政改 我是在一個政制事務委員會裡 對著那三個人 2016年初這個旺角事件發生之後 在立法會裏面無論建制派、民主派同聲譴責武力 哇,扔招,多大件事 我那時都被他畫青界線,他扔磚 然後告法寶洞 我立法會提出的動議要求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這件事 你不能輕而定性這個暴動 因為你定性暴動,你就告暴動 一告暴動最少錯三六 全個立法會得到一個人這樣說 幸好歷史有記錄,會議有記錄 所以我在當年2014年3月份的施政報告辯論 我那個發言三十分鐘,我一次過講完 本來要分幾個階段說的議員 因為立法會原來沒有人有本事,就一個題目過三十分鐘 我第一段說,現在我們的年輕人已死相亡 你是和一代人對抗 和我們香港的未來對抗 你要將這些年輕人送入監獄做政治法 就是有時候我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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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現在是變判加厲 現在被捕了千多人,有五十多人告暴動罪 暴動罪的門檻,定罪的門檻很低 我當時在立法會原來講 他是在公安條例裡面,非法集結之下 接著就在這裡 非法集結,接著就是暴動的 那天說,三個人以上做了一些行為 妨礙社會秩序,令到那些有理性的人 覺得這是一個妖聯社會秩序的 再上一層,就是暴動 很容易告暴動的 但是以前為何不告呢 這麼多非法集結 譬如我2011年那次幾千人遊行 接著坐在中環,那裡不走 接著被捕了一百,一十多人 我手臂告非法集結 結果判坐監盤,我上訴就罰四千萬元 現在非法集結全部都要判坐監 都不夠,要將它提升變成暴動罪 你現在看到,你在那裡扔東西 或者扔汽油膽,全部暴動的 這些是,一告就是暴動的 所以你看到這場運動就是 那些年輕人面對這些所謂這麼重罪的 它都可以奮不顧身地繼續和你衝擊 所以這件事是沒得了的 即是你特區政府所做的事 你一定要現在想想 你經常叫人停一停 想一想,你就要停一停一想 因為你一定會急身而報 我當你現在這個止暴制亂能夠得到勝利 你已經被打殘了,拉到盡了 我想問問你,接下來這個社會 你如何控制下去 你和這些千禧頭九首下 結合不共大天之首 你是摧毀一代人的前奉 這些是我們香港的未來 你林鄭月娥今年六十多歲 你林鄭月娥今年六十多歲 熊敏六十多歲 我們時日無多 你真的不要希望自己長命八歲 因為這些年輕人被死 他一定要你相配奉還 你不能管治 所以你中國也好 你現在特區政府這些 所謂稍為有些理智的人 你面對現在這種局面 你不能消極地以為 用一個止暴制亂的方式 或者加強武力鎮壓 打殘你的人 拉到你盡為止 你就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接下來 你是要面對整個社會 所出現的政治經濟危機 有些人經常認為 共產黨不出手 一出手就搞定 希望有這種想法的人 包括如果你在做這種想法的人 你去調整一下你的心情 對吧 如果他要搞你 神早就進來了 三個月內已經 他不是不敢搞 不想搞 是搞不到 OK 第二個 題目我要講的就是 退遲一步 即無死所 剛才在那裏 我都做上補錯一個 就是 關於那個 緊急條例 吹風說要搞 結果他沒有搞 不敢搞 這一場運動 我就叫他做幾海事變 現在 最近我在陌生 或者找一些年輕人幫忙 我們從6月9日開始到現在 其實幫助到很多影片 文字 找一個團隊去整理 這是一個歷史 有時漲 有文字 整個過程 當然也有些 在網上經常也有些不實的消息 都需要有人去整理 還有做Fact Check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希望我有這個精力可以做到 我又要找到責任 但是需要錢 我希望去找些錢 有夠錢 可以做這個工作 這真是 香港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紀錄 香港是有史以來 沒試過發生一場 這麼大規模波瀾撞闊的 政治抗爭運動 又開浮以來 李嘉誠先生說 厲害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這一次 是最嚴重的災難 希望政府對年輕人 網開一面 最近九月頭開課 有人罷課 大學有罷課 罷學不罷課 然後中學生有罷課 然後有些人典的 這些組合 大家都看到了 不是 這是我之前說的 這是世代之戰 是這個generation 跟我們這一代人的鬥爭 這個鬥爭 必然是一種理事務的鬥爭 其實是關於很早以前 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無論我在教書時代 或者我從事新聞傳播工作的時代 乃至我從職的時代 我都是永遠不敢得罪這些聽 但有時人之幻在酷在為人事 說兩句不合聽的人 有些年輕人就和我翻臉 但我也不以為悟 因為 因為這個時代是他們 是吧 他有犯錯的條件 是吧 有跌底重新的條件 我們沒有 我們說的難聽的人 是既特的抑制 我們這一代人 在香港 我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受教育 我在香港尋情 我在香港出名 是吧 都是這個社會給我們的 如果我在大陸 我坐在洛杉磯開花 我這個熱淚已經 是吧 我對這塊土地 我當然要感恩 是吧 在文化認知的立場 我是中國人 是吧 在一個政治 認知的立場 在今時今日 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底下 我當然不是中國人 大佬 我在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在造勢大會說的這些說話 就是 我給任何的本土運動 包括現在港獨 更早說自己不是中國人 我們這一代人 是既特利益者 是吧 你看現在 無論政治經濟 各個階層 文化學術 教育 掌握那些人 都是我們這些戰後出生的人 都是英尼朝世代 是吧 有些人到今天都不肯放權 最常聽的話就是 我們這一代人 這些戰後出生的人 經歷過 這個很艱苦的 成長過程 是吧 今時今日 得到安穩 是吧 就不想你破壞這個安運 是吧 是吧 但是我們年輕一代會問 你已經上岸了 我在地獄邊緣 轉轉身任 是吧 最現實的問題是你回答我 是吧 我大學不願 萬多元一個月 現在屋租全世界最貴的是香港 我不住家 他租間劏房五六千元 是吧 所以柔衛貞那個博物都沒有地方 那個真是略年操作 但是 那個也是實情的 是吧 在政治上也是 但是 你發了瘋子 去DQ那些人 是吧 說什麼獨 即是經常講的獨 當然是 是吧 你同一代人 就是 國語叫做美玩美聊 現在的年輕人開始醒了 是吧 年輕人 是吧 我不堆壞你這班老財 我們真的沒有溫暇 是吧 堆壞你這班老財的意思 就不是因為你老 是吧 是因為你這班老財 所對外表的這個建制 就是一個令到年輕人 沒有辦法有前途的 一個這樣的建制 是吧 你夾起來就是 政府 工商界 政治團體 加上這個龐大的 政治建制 這班老鬼 我家都有老鬼 你說我老爸都有老鬼 但是我很愛他 但是你這班老鬼加上 變成的 就是這個 對整個年輕世代 那個打辣的 最重要的力量 大哥 有你一日 我就實掛 所以這是一個世代之戰 我剛才是比較通俗 我寫文章是這樣說的 這是年輕世代 衝擊統治者 天地軍親師 意識形態 和家長政治權威 這是一個世代之戰 這是新時代政治反抗運動的故事 主人翁是90後 千禧後的青少年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今天 香港的年輕人 對這個政府的痛恨 是有原因的 講起爸爸 胡適 胡適 在五四運動後一年 即是1920年 現在說的是99年前 他寫了一篇文章 和當時北京大學的教務長 蔣孟律寫了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句非常經典 他是反對爸爸的 他那句話說什麼呢 他說 這個鬧下了亂子的 的荒唐忠老年人 這個鬧下了亂子的 荒唐忠老年人 自己出了事 然後那個爛灘子 就要那些年輕人去幫你收拾 那段說話大概意思是這樣 他說這個是最不經濟的事 學生在學校 就是求學 學業第一 你現在要為了你這班 中老年人的荒唐 他要爆破 荒廢學業 所以這個世代之爭 所謂的反政府運動 已經出現了一個 就是這些年輕人 年輕一代已經是 吊吊幻想 不是準備戰鬥 是進入戰鬥 不是 你說到現在三個月 打又拉了這麼多 拉又拉了這麼多 傷害傷害這麼多 那有沒有退 什麼不退 退遲一步 即暴四所 你一退一停 所以你看見和理非的泛民都不敢出聲 叫他們停 是嗎 一停一退就完結了 那些秋後算帳排山倒海如理 是嗎 沒有停 你不停 他繼續有壓力 他繼續方轉大聯合 是嗎 你一停 接著就慢慢收拾你 這個運動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經常說沒有大台沒有領袖 你根本都不能去制裁這些人 除了在現場抓人 告暴動之外 喂 有一個政黨 是嗎 有一個反對黨 他搞起這場運動 他又為了政治利益 為了權力 是嗎 就是為了奪取政權 這很正常 是嗎 但是現在這些年輕人 他是搞政治嗎 他是要選立法會嗎 是嗎 他要搞政黨嗎 他要奪權嗎 不是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 你連去講數的人的對象也沒有 你找什麼人來講數呢 整個運動最大的特色就是 大家已經有默契的 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上到前線的時候 現在基本自己的默契 暗與術與什麼都齊 我們每天在這樣的戰場上 我們也有現場記者 是嗎 不斷吃蛋 那些催淚蛋 都放題 那些是 在現場看得很清楚 你說面對這些對手 這個特區政府 你有什麼苦 你告訴我 唯有去解釋 或者找下台街 哦 這些是外國勢力 顏色革命 別說這些 然後有賤人 還要說 免費性愛 是嗎 抹黑這些年輕人 你情我願當然是免費的 大佬 沒有收錢 發神經 我今天寫了一篇就罵他 這種賤人 你當然是普通的賤人 沒有所謂 你認識朋友這樣的說法 或者是網上發佈的 虛打消息 不是 是嗎 但這個賤人是行政會議成員 是嗎 是政府高官 以前是 現在是政府內閣的成員 那你是不是要對他口諸不分 所以我昨天用了一節的時間 十五分鐘做我的節目 說盡可以說的粗口 是嗎 我今天來這裡不是爆洩 所以今天是和理非非 和平理性非 暴力非粗口 是很理性地和大家分析 是現在香港 因為這些同學在這裡提醒我 叫香港時政 我一看這個題目我真是撈頭 這真的要說三年 以我的知識和經驗可以說三年 今天香港時政分析 昨天是9月11日 今天是幾千斤 當前 今天不是說三年都說不完 是嗎 那 接下來我們去說一下 就是 所謂的願景 或者我們未來要爭取 我用這個題目 其實就是全民制限重新立約制 是我在立法會提的 是一個統一辯論 也是我過去在立法會那段時間不斷設定的 當然這個是被很多人認為 烏托邦 電視派就說我搞港獨 大家可以看回立法會的會議記錄 我那邊的言詞 很詳細的 然後有其他議員的發言 也有個會議記錄 在立法會的Hanser 他們都可以全部看到的 他們又說我搞港獨 原來我最早搞港獨 沒得到 我甚至乎在一次的議會發言裡面 如果這樣就是港獨 我門不馬承認 接著就被人剪 頭剪被剪了 台灣那些網上播 說我香港港獨分子 黃之鋒也變了港獨分子 黃之鋒指 我不是港獨的 他就說你是港獨 總之就是港獨 反對共產黨就是港獨 所以人人都變了港獨 所以有人跟浩天說 你以為只是你是港獨嗎 很多人都是港獨 這就是由香港人去決定政制發展 這當然是各故事 很長的故事要講 不過我就簡單說 這個所謂政制發展 循序漸進 最終達至雙普選 這是北京90年4月頒布的 《基本法》裡面有明確的規定 你看回《基本法》的附件一二 當時的附件一二很清楚 憲政體制可大可久 不能夠輕然修改 所以就算是《基本法》裡面 關於修改《基本法》 門檻的規定是很高的 當然中華人民共俄國憲法 它是一部柔性憲法 講一句難聽的 中義就改了 因人而制而 因時而制而 因地而制而 現在改到可以有終身制 任它改 但嚴格來說 憲政體制可大可久 只能夠追美國的方式 就是用修正案的方式 第一修正案 第三修正案 第三修正案 用修正案的方式 但是《基本法》的本文仍然是 立國的時候 十三州的代表 制定那部《基本法》 這部《基本法》 是否應該規定了 當然我們是不滿意的 我個人的立場 對《基本法》 關於政制這個部分 我是非常滿意的 因為我是比較極盡的一個 我要直接加油民主 當年是港英時代的政改 我也寫了很多文章 罵這個邦迪安 罵這個時候的民主派 我罵民主派是90年代初罵的 不是今時今日被說 收了共產黨的錢 然後罵民主派 大家有沒有搞錯 你看看 幸好人最重要是有歷史 我今年活到六十八歲 我做了幾十年事 寫了無數文章 那些全部都是歷史 這個《基本法》是不能改的 不能亂改的 那會怎樣呢 因為門檻高 他就不改 但不改是等於改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改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二 基本上第三屆的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已經可以由普選產生 我記得當年 連民建聯的政綱 都是說零七零八雙普選 但在04年的4月26日 民主黨人大常委會 就去解釋《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 將原來那個政制 啟動政改的三部曲 改成五部曲 然後扼殺了你零七零八雙普選 為何會這樣做呢 背景就是零三入五十萬上街 中共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扭曲《基本法》 五十萬人上街令共產黨覺得 嘩 我對你這麼好的沙士 我又給你 搞很多東西給你 又撕爬又自由行 來挽救香港的經濟 溫家寶寵你還去這個土大快苑 對那些沙士的受難者 為民抱住那個BB 在那個總載區 7月1日早上 就離開 又是完成了那個沙士 即是回歸幾點 然後下午就要走了 就回去深圳一看電視 嘩 幾十萬人上街 走之前問董建華 董先生你看 今天有錢大概有多少人 我看大概三十萬人吧 五十萬 五十萬 於是 共產黨 就在這個中央政治局 常委那個層次 成立了一個 在中央政治局成立一個 叫做港澳工作小組 港澳工作業調小組 那個組長是政治局常委 當時做這個組長是曾明洪 莫甲夫主席 亦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時代 由歸來開始就改變了香港 是採取強硬的手段 所以2004年人大釋法的背景 就是因為2003年 五十萬人上街 現在數下來這個 港澳工作小組 曾慶紅之後 就是 曾慶紅之後就是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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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到現在這個韓正 都在政治局常委 在中共的政治體制裏面 在中共的政治體制裏面 政治局常委是最大的 中央委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機構 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 就將權力往上送 就送給一個叫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再將權力往上送 就是這個政治局常委 現在它不單止是一個寡頭獨裁 是一個單丁的一日獨裁 習近平 零四年人大釋法等於扭曲了 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然後零七年人大做了一個決定 人大上委會 就令到你二零一二沒有雙普選 二零一二年沒有雙普選 然後大家就寄望2017年一百年有雙普選 結果在2014年8月31日 他又做了一個決定 為這個行政長官選舉三落集 立法會產生辦法不變 然後我們在立法會 否決了這個八三一的政改方案 接著就沒有雙普選 接著現在雙普選 就四個字叫搖搖武期 所以我自己之前都看到整個發展 我們在政治建制裏面 我們可以做的是有限的 所以我是主張抗爭 議會的抗爭和街頭的抗爭 但是我在從事這個政治抗爭運動 這麼多年以來 我未見過一次政治抗爭 好像今次一次政治抗爭 我覺得我們還有些微的希望 我們在立法會也好 在立法會以外也好 我們可以做的 或者我們能力可以做的 我覺得我都做完了 我只差在被坐牢 很幸運 我也是被人告非法集結 在議會裏面 我扔杯也是過我普通集結 梁振英 接著被我坐牢 我上次打贏了 很無人 很多日本都非常打飛機 罵我 就是我的能力 但是我的能力 或者我所做的事情 那個影響 是遠遠不及現在這些年輕人 這個政治抗爭運動 所以我在議會裏面 在建制底下 基本法的框架底下 可以做的我們做得最準的 我在2010年提出五區公投 這個五區公投就是 我記得我在2009年的9月份 應該是2009年的7月份 我去美國加拿大訪問之前 我就寫了一個說帖 政治說帖 就是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 希望民主派的朋友 可以讓大家討論這個做法 和一起做 因為我們現在的地區直選 分五個大區 五個大區 我每個區有一個民主派的議員辭職 就是全香港都要進行一次補選 全香港登記住民投票 我們就單日一個議題 就是2012雙普選 就被香港人去投票 這個叫變相公投 是五區公投 在2016年的5月16日舉行 我找何醉人談 找余若美談 余若美到最後答應了 我又希望民主派可以參與 成局 成局民主派我們計局 你佔了六成轉秒 如果所有支持者出來投票 這個就是將政制發展決定權 交給香港人 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因為我們過去這麼多年 爭取民主是失敗 包括民主派 所以當了一條這樣的計劃 結果行島 有人參與 就是余若美公民黨 公民黨兩個 陳淑莊和梁家傑 一個九龍東 一個香港島 社民連的時候 我在九龍西 大舊在世界西 另外梁長毛在世界東 會抽到五隻腳齊全 就辭職公投 結果十幾百人投票 建制派不會參與 他沒有找人來和我們選 接著民主派抽後 推薦民主黨 民主黨就利用他反對五居公投 作為投命狀 就入中聯辦和共產黨密室談會 然後通過他們提議的政改方案 所以2016年6月這個政改方案得到通過 這個政改方案是甚麼呢 增加了立法會十個議席 行政長官選舉辦法不變 而增加立法會十個議席 就是採取這個區議會功能組別的 這個界別的意義 一就是由所有的區議員互選 產生一個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員 二就是由區議員十五個人提名 然後就 十五個人 我現在不理會了 我亂了 總之由區議員去做 都爭論了很久 區議員去提名 區議員去參選 這就是你反對八三日的西選 對嗎 民主黨說這是兩邊而側邊 這個區議員的功能組別 等於是全民投票 對嗎 第一 那些功能組別 我們又採取這個方式 然後兩邊而側 整個立法會都變成民選 這個是民主派 當時民主黨的主席在立法會發言 大家可以上網看 被我罵到他怕街 從那天開始到現在還沒談過一句話 我打電話問他 因為我收到訊號他們支持政改 那我問贏哥 沒有這樣的事 這個是在政改投票前兩個禮拜 他說 那如果我想問你 如果我們民主黨的方案 政府支持 跟著我們當然支持政改 那這個是不是 我和你的矛盾 是人民內部矛盾 我對不起你 這個是敵我的矛盾 你走入中聯辦 是嗎 你 怎樣可以走入中聯辦呢 你沒有通知所有民主派的盟友 你賣給我們 是嗎 這個就不是敵我的矛盾 是嗎 從那天開始 民主派就分裂了 就是這樣 這是歷史 我們不會忘記 第二天我死之前 我會寫出來的 是嗎 其實我現在要經常 希望自己身體健康 因為有很多事想做 剛才我講的 另外就是 我會寫一本 《毓民以壇恩仇錄》 大壞了 即不是從個人的角度出外 而是這個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是嗎 為什麼香港今時今日會變成這樣 是嗎 好了 那一年的 一二年的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選舉辦法的建議 就變成現在延續到現在 接著我們看不到 有任何改變的可能 在八三日下閘之後 是嗎 所以我 為什麼我 對民主派 雖然兩害雙權翠其興 建制派當然衰得多 是嗎 但我不會含裡投票 是嗎 我的認知就是 用現在的建制底下 包括今次這個運動 有些民主派的朋友說 我們今年年尾這個選舉 一定要打下建制派 即是他要他 明年立法會選舉 也是 一定要不投建制派 唉 真是 講來講去 又是那個席位 你這些謀利立法會 發揮到什麼作用 你告訴我 如果有作用 現在那些人就不用 整天在錄我 在立法會那些片 大哥 是嗎 因為整個制度本身 我想告訴大家 在區議會選舉 民主派可以 或者非建制派 可以取得 比上一屆更多的議席 這個是很清純 等於當年雨傘運動之後 那一年的 很多所謂的散兵出現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 那些散兵在哪裡呢 做了些什麼呢 沒有用的 去議會你就是區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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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一個氣勢 我們多人過他 很多時候都試過民主派 他在區議會轉優勢 九七之前 那又怎麼樣 好了,到立法会,比例代表制,它的基本盘是很稳固的 你最多就是鼓动多些年轻人去登记选民,然后投票投给民主派就是这样 那你会拿到多少的议席呢? 我们看回现在的比例代表制下,因为民主派分票分得不均匀 就像新界西那样裁定得这么高的票,令何君堯可以进去 然后李卓人不行,那这次就出了何君堯就死了 然后有一个民主派人就多一席,就这么多了 其他那些不会有变的,比如九世,原本应该是泛民四席 这个建制派是两席的,现在变成因为那两席都输了 就是被人拒死你二,到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一定是你泛民四他二 即是回到原状,因为现在是等于 现在的立法会里面,你就是不够三分一了 现在是不超过三分一了,因为被他变得这样 但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从长远来说,我讲的全民制宪当然个个都不会赞成的 我先讲回我的那一笔 当时除了五区公投之外 我在2014年11月雨散之后 我在立法会提出一个动议 全民制宪重新立有实现真正港人治港的议案 内容是这样的,那条题目是这样的 其实是题目而已 但议案的内容是十五分钟的,很长的那篇文 大家可以上立法会,我都可以找到的 立法会的网页可以找到的 那条题目是什么呢? 本会要求行政长官及问责官员总辞 由公务员为辞,特区政府日常运作 并随即组织修宪港市会议,修改基本法 新宪法将以世界人权宣言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为清楚 准确拟定香港自治权的范围 以及国防与外交事务的定义 制定公投法,让港人有创制的复权法律的权力 制定政党法,规范政党运作,以及政治献金法 要求政党公开所收取的政治捐献 容许行政长官候选人有政党背景 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 无需获得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新宪法获港人公投通过后 举行公民联署提名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商候选 体现直接民主,实现真正港人自国 这是一个意外的题目 说完了,对不对? 这是我对香港政治前途的一个愿景 你说如果我这个议案 或者通过了实行 那怎会有今天事发生呢? 所以你归根究底 这是一个还政于民,还富于民的问题 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够还政于民,还富于民 我是比任何一个民主派都更加前进 是吧? 即是说一虚无飘渺 是吧? 这是我 在五区公投之后 再一次 希望香港的政治发展 超越这个方法 五区公投已经是一个直接民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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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些建制派反对我的时候 就说我这个是搞港独 哇,这样也可以 是吧? 是吧? 我要你特区政府总辞 是吧? 立法会总辞 是吧? 我们做了个制宪会议 修改了基本法之后 修改了基本法 当时我的看法 就是具体内容 都是修改政制的部分 是吧? 其他那些都不会怎么动 是吧? 结果议案当然未否决 五票赞成 就是我和我当时的党友 另外两个支持这个议案的民主派朋友 建制派三十呎人反对 民主派很少 没有人敢投反对票 不过有十呎人弃权 有些契弟不出意不投票 历史在少 是吧? 这个是没有约束力的议案 你投票赞成我会死吗? 是吧? 如果你投票赞成 真的变了我议案提的 那个内容 是会实现的 你更加要投票 是吧? 那它不可以实现的 你都表态 是吧? 它走了去 有些投气权票 投气权票 就是投反对票 是吧? 喂 就算你民主派投赞成票 这个议案都是被谋决的 在立法会里面 经常都会出现这些迷思 或者这些谋论 唉 反正都过了 它是这样的 喂 大哥 这是一个政治表态 什么叫反正都过 有时就 好过没有 这些呢 好过没有 反正都过 就是我们的民主派朋友 可以在议会里面 混了三十年的谈席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 应该是看眼的 我没有他们这种能力 没有他们这种勇气 但是我支持他们 这是唯一可以做的 除了这样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作为一个从事文化传信工作的人 或者我们从政是一个激进派 是不是? 很多人会批评我 包括最近曾道成他开始要写议会的回忆局 在这个信报有连载会出署 他有两三章都提到我 如果他在议会八年他不提我 就没什么好看 老实说 是吧 因为他最常讲他的那句话 他最常叫的名字就是王毅民议员 王毅民议员 请你立即离开会议 王毅民议员 请你停止发言 他最常讲的这五个字 所以跟我私下交情都不错 你明白吗 他整天都记住我 是吧 他说我呢 就是很容易跟自己是盟友分裂的 我当然不会回应他这些说法 但我客观的事实就是 我组织社民年 接着又是分裂 不是分裂 我又出手收藏 人力量出手收藏 对吧 到2016年的演报成 我是要搞公投吗 有些人的心想不是搞公投 有些人说永续基本法 那肯定要反面收藏 这些是吧 一选输了 赢了个个便分身家 所以我在2017年4月份 耶稣受难接 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策文 宣布退出政策 是吧 是吧 但是那些人是两个外选的 尤其是最近 最近 最近我多了很多以前不认我的人 因为他上去YouTube看我的影片 然后觉得很爽 然后叫我再选 那我就给你们看 你看完 在现在这种政治权势 你看看 你去选有何用 所以回复到刚才我的问题 就是民主派想吃人血饅頭 然后希望对他们的选举有帮助 又可以保住席位 我告诉你这些民主派朋友 你这个位置一定保得住 OK 但是你在吃人血饅頭 麻烦你不要说 现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怎样去令到特区政府 不可以继续残爱我们的下一代 你一直跟我讲选举 天天有人被人打 天天有人被人拉 你在跟我讲选举 这里高尚学府 在课室里当然不讲粗语 这个反修例运动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柯南状态震撼世界的 一个本土民权运动 我认为是一个本土民权运动 所以为何台湾的本土派 是会支持这个运动 当然台湾现在的总统 当然是要支持这个运动 它也是成人肉饭头肉一样 打垮国民党就靠这一局 但是特区政府不但没有回应 那些和理非的示威者诉求 都是五大诉求 其实如果你认真去问那些 泛民主派 因为它肯成立个独立调查委会 它是收复的 在五大诉求里面 有一个是实现商部署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 是不是 我刚才讲了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是不是 但是这条路是很难行 过去我已经是 所谓退出政坛之后 我是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完全絕望的 但今次這個運動就令我燃起了少少的希望 如果這個特區政府也好 或者中共也好 你一定要去解決香港這個問題 將來香港如何管治下去 你不要第二條路走 就是環政愚民 環負愚民 所以現在只能夠寄望這個運動的持續發展 令中共受到強大的壓力 它又不可以開坦達車進來殺人 但是你只能夠這個不是妥協 是你將你在基本法的承諾對應 環情愚民 環負愚民 我要講的東西都講完了 講了一個多鐘 正來的時間 大家同學可以有什麼意見 可以發表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 好 多謝環文醫生 現在我們的時間 現在我們的時間 我們會有少少的活動環節 有已發現的同學就可以對手 好 那這位堂先 聽不懂 有 我想問你會不會支持以聯傳方式 體動敗免特首 或者議員的公投 如果你支持的話 你認為要有多少超名 才可以作啟動公投的條件 香港沒有公投法的 它不會承認你的公投 根據基本法 我們可以提不信任動議 根據這個立法會議事規則 可以提不信任動議 但這個是無約束力的議員動議 提了都沒有用的 提不信任動議會產生效果的 就是那個特首知仇才可以 如果你在立法會通過了那個動議 你都不知仇繼續採用 你採用它就不採用 第二就是在基本法裡面 也有一個特首要下台的一個規定 就是當議會否決了你的財政預算案 然後你解散這個立法會 重選立法會又否決了你的議案 那你就要下台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基本法計算得很清楚 當初的設計就是 立法會包括選舉制度各樣 你是會令到這條基本法 等的一個巨民來的 第一是特的條文是實現不到的 但是當初去草耳基本法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這條 關於行政長官下台的去植規定 都是參考外國的議會 或者內閣制的做法 或者總統制的國家 又是相類似的做法 這樣做的 但是在議會的組成結構裡面 你不要可能三分支持各套 第一步你走不到 就不可能財政預算案會被否決 所以說罷免它 這是一個道德的壓力 沒有什麼意思的 更何況在現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下 你都不可能得到通過了 這個罷免 你說我用全民投票 那怎樣投法呢? 又是我那招 辭職公投 那才是真正選舉投票 如果你自己用一個電子公投 我在街道整幾個投票站 那哪個是公投 是吧? 要登記選民 是吧?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就是用一個變相公投的意思 就是這樣 這樣解釋 是吧? 就是你辭職 那個委員封了出來 要補選 是吧? 那我再選回去 是吧? 我都過半數的票 那個人是公投 全香港我還要是 是吧? 那當然有公投法最好 就是好像我在全民制憲 重新立憶的動議辯論裡面 看出的是吧? 你要立一個公投法 是吧? 就是台灣現在有公投法 那去年就通過了那個 不是今年 同性婚姻 是不是通過了?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的 但是其實 如果有一個公投法 那就可以做了 但是沒有公投法 這個全民罷免 用口說就可以了 那個人都想罷免他 是吧? 但是我經常提到 有一個方法是有效的 那些泛民會做的 就是泛民總辭 那整個議會 整個議會 根本就已經是 喂 你的議會 就沒有了一個認酬性 你不就去通過什麼都不要緊 那些成員 不要在這裏說些事情 如果我們總辭 什麼惡法都通過 神經病 那什麼惡法都可以通過 有什麼分別 請問 你總辭最大的傷害 是對你 你沒有了個位子 是吧? 沒有了九萬萬 現在不止 超過十萬人工 是吧? 是這麼簡單的 是吧? 所以他很討厭我 叫我整天做總辭 是吧? 但是他衝我不衝我 我真的試過 我真的為了一個政治的議題 我辭職 是不是? 我那幾個月 真的沒有人工 我那些辦事處 全部要關門 但是我那些 繼續留著的火警 我都要儘量給他們 自己掩錢 儘量給他們 是吧? 我是犧牲的 我未必能選到回去 又沒有賣 是吧? 你不肯的 所以你罵我沒有用 唯一罵我 我都要搞了散民主派 就收了公共港錢 就算一個辦法 買票去總辭 是吧? 我辭過給你看 那你可以跟我爭什麼? 我夠支持辦公室 所有辦事處 會關閉交回政府 是吧? 沒有糧出 沒有盡貼 是吧? 我的助理全部要實驗 但是我在五居公投 現在我們是一月辭職 五月十六號投票 然後投票之後 一個星期 就馬上回立法會 前後五個月的時間 是吧? 沒有糧出 但是那些伙計 每個都有糧出 是我自己的 那這些書 什麼犧牲都可以說 是吧? 當然那個運動都是失敗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自覺覺他 是吧? 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是這樣 是吧? 歷史又要記上這一筆 你多討我的人都好 如果你從事這個政治 香港政治發展研究 我這兩筆都要寫下去 你不可以抽到五居公投 你不可以抽到五居公投 是吧? 我就是去制裁他 但是我想真是問一下 當時八九六四那時候 全世界都看到共產黨 他真的去殺大學生 但是他最後 他在那一塊開放 但是他仍然都賺到很多錢 都入到這個世貿 他可以成為到 全球第二大經濟大系 如果既然共產黨 他真的 如果他這樣去用暴力 去用血腥去鎮壓這些民主運動的話 但是他仍然是可以成功去 做一個這麼大經濟大系 這樣市民如果在香港 仍然都是這樣去 去殘殺我們 我們全部的學生 那麼多人都被他們暴力鎮壓 這樣其實 是不是真的會制裁到呢? 即是說是還是外國 他都是口港制裁 頂俊多是破民主的法案 其實 但是很多其他商家 都是向著那些錢去放 其實中國他賺到的錢 是因為他地多 人多 他內需亦多 他真是一塊很肥的土地 是給他賺到錢的 那麼 如果既然他 中國有這麼大的經濟誘因在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會 那麼多外國的商家 他真的會去制裁中國呢? 或者是這麼說 如果中國真的去暴力鎮壓香港這場運動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 好像我們香港人所說的 真是成功去攬炒呢? 其實這個問題 就令我想起最近 陳茂成寫了一篇文 他說當年八九之後 都是西方國家制裁中國 但是他30年生在搞分結局 他不是一樣 經濟起飛 諸如此類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而我之意就是說 就算 好像30年前 在北京這樣做的事 在香港 都未必會令到 你那個攬炒的主觀願望去達成 就是和他們攬炒 玉石俱焚 做任何事都是沒有時間 沒有意義的 此一時 彼一時 你剛才所說的有對 有不對 但是西方國家 你從一個人道災難的立場來看 他可以不說話 他可以不做事 很可能的 你看一下美國在外地引發的戰爭 他都要有一個 為真理而殺人的基礎才可以 在大陸 是不是 不說這些 只是說很現實的經濟問題 你整個中國的經濟會會垮 是不是 再說 就輪到李文變了 大陸 還有 你那個上層的權力鬥爭 又會出現 是不是 你看看中國現在這一班人 他不是蠢人 大陸 他在這些鬥爭要人頭落地 鬥爭裡面崛起的人 他不是蠢人 他會計算 他很多幕僚 大陸 為什麼到今天為止 這個局 他還是不出聲 就是 我很留意這些事情 到現在為止 都停留在 國務院 港澳辦的層次 是不是 你有沒有看 中共還有一個政治局 開抗大會議 好像當年北京 那樣 李鵬主持 那個戒嚴大會 跟著就宣佈 北京進入戒嚴 解放軍就入城了 是不是 他有個步驟的 首先就是 在共產黨內部 開個政治局局 各大會議 搞定了趙紫陽 先 不可以有兩個司令部 你是總書記 然後先搞定你 OK 他現在黨內整個 權力鬥爭 安定下來 先 跟著輪到 黨權派 正式去做事 然後李鵬就出面了 先由人民日報發的那篇社論 叫必須其次宣明 制止動亂 是4月26日 這個是人民日報的社論 就為整個北京 或者整個中國 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定性 就是一個動亂 這樣才可以出兵 是不是 他有多個政治局決定的 當時政治局的掌握人 是總書記趙紫陽 叫他先走開 來個擴大會議 即是共產黨歷史 你看過去歷史奪決 毛澤東是在遵義會議 又是政治局的擴大會議裡奪決 你今次對香港問題 都沒有去到中央政治局的層次 連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是管香港的 他到現在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你有沒有看到 習近平公開出來評論香港的局勢 他擺在港澳辦的層次 即是說你香港自己搞定他 但我撐你 接著通過其他外圍的媒介 不是代表中共中央領著環球市 《自報》 《人民日報》 《海外版》 是吧 但發表的言論 都是批判外國勢力 說香港搞難色革命 然後香港有四人幫 叫做黎智英 何俊恩 接著黃之鋒這些是港獨 全部停留在政治文宣 即是批判那個階段 是吧 我這種觀察 我這種觀察 十九不離八 OK 八九不離十 是吧 真的 到現在為止 為甚麼呢 四個字頭書記起 自己知道自己是 是吧 我從來不會認為共產黨會溫良公劫養 他一定是空殘的 大哥 大哥 有歷史 有歷史 不會是一九四九年 由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二一年到現在 他殺死的中國人 是以千萬計算的 他不會走遠 但現在是認格洗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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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的分享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 近期 有人開始提醒 會倡議去組成民間的議會 可能 好像剛才黃先生所說 可能現在的議會制度可能是失效的 就倡議去組成民間的議會 為香港的未來前度去做討論 可能以黃先生的角度來說 現在這一刻 是否一個好的時間點去做這件事 以及可能對於你所倡議的一個全民制憲 是否另一條衝動 對於民間議會來說 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攬炒的這件事 剛才黃先生所說 其實共產黨都不是什麼 是溫馴的東西 其實 共產黨會不會 就是 現在會不會有一種 攬炒 可能現在香港人覺得 可以迫使共產黨 作出一些樣貌 但是 同時 又會不會有一種 趕狗入窮項 迫使共產黨要一些強硬的手段 去面對香港問題的一些情況出現 因為可能都是現在 共產黨面對很多不同的壓力 好了 到最後 他發現真的搞不定的時候 他就會用強硬的方法 去面對香港的什麼問題 謝謝 我也有聽過民間議會 但那個具體內容是什麼 我又沒有聽到那些人說 怎樣民間議會化 你去組成一個民間議會 那我成員怎樣產生 產生之後 這個民間議會開會的地方在哪裏 你的方向是什麼 或者民間議會 是否用來監察現在那個議會 或者一個政府 就是任何對整個反政府抗爭 或者政治抗爭有用的 這些建議我們都會產生 但你一定要說清楚 給我聽 民間議會是什麼東西 如何產生 做什麼工作 他可能發生什麼效力 這些都要想的 另外就是 關於那個 譬如全民濟建那個 我是議會提的 是吧 起碼經過議會裡面 討論、辯論 然後投票 是吧 我們發言派的議會記錄裡面 是吧 全民濟建 建造新立約 那是一個概念 但我的動議 剛才我讀給大家聽的那條題目 是很具體的東西 要解散議會 政府總辭 政府運作 由公務員去做 然後我們組織一個港市會議 找一些專家各樣 去討論怎樣去修憲 然後就成立 修改基本法委員會 然後就修改基本法 就修改了基本法之後 都不僅要全民公投 通過這部基本法 這樣 有個程序 有個性的 我在我的演示裡面 講得很詳細的 那是一個 當然是一個理想 等於台灣 在黨外時期 反抗運動時期 有人寫過台灣建國的方案 等等 這些一樣 很多都是虛無飄渺的東西 被人覺得 但是它有些實際可能有方法 但是外於當時的政治環境 就是這個 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代 當然就沒有辦法實現 慢慢慢慢逐步就實現 到了今天台灣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不是一樣的 你現在組織政府 或者議會的最大黨 是什麼 是存在台獨的民進黨 某程度來說 台獨已經等於達成了一半的目標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提議 可能是搖白我及 但是如果當環境轉變的時候 它是有機會實現 正如等於我剛才說 這一場運動 最終的目標 就是要還政於民還負於民 希望可以產生了一個這樣的後果 或者我壓力 不是你的目標是什麼 它都撤回了例 兩大訴求 決一不可 那你不用指望 現在很明顯這些事情 它怎會釋放被捕的人士 第五個訴求 實現商補選 實現商補選都不夠 怎樣實現商補選 什麼時候 有個時間做一個路線圖 換來基本法寫在那裡 是你共產黨扭曲都有基本法 是吧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香港的政治形勢 改變 03年有幾十萬人上街反政府 是吧 現在更嚴重 現在怎知道幾十萬人 是吧 現在那些和理飛機 幾十萬人 一百萬人有 都沒有意義的 是吧 現在每天在戰場地周圍都是 是吧 但是所謂動亂的標準在哪裏呢 譬如共產黨會否認為現在是一群動亂 都會否認為是一群動亂 你現在有沒有普通市民 生命財產受到威脅 是吧 因為這些暴徒的暴行 是吧 沒有啊 這個不是暴徒 大佬是對付你的警察 而對付你的警察是互動 因為你打我 我還多 沒有警察那天便沒事 是吧 簡單的 這個道理是 所以等於我經常說 我經常教一些人 你面對那些藍絲 或者那些長輩 去講那些無厘頭的事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很有厘頭的 這樣教香港你做一做 你好庭 等於當初有一百萬人上街 然後有二百萬人上街的時候 有個電台退休的高層 曾志華 他做了一個訪問 在Fortune Insight 建好就收了 你現在趕舊入窮行 你知道嗎 這樣說這些 接著我又做了一段 我現在建好就收好在哪裏 他現在給你一條毛 你這麼大訴求 是吧 不但給你一條毛 現在還有給警棍你 給催淚彈你 是吧 什麼叫建好就收趕舊入窮行 就是我們 你那兩個大家的鬥爭的雙方 那個力量是很懸殊的 是吧 正如我剛才所講 現在它用來止暴制亂的工具 用到重了是吧 在2014年的928 我在海庫中心 就吃催淚彈 第一盒 嘩 每個人都剪了剪了剪 怎麼搞錯開槍 接著就立法會要他 究竟誰下這個命令 要放催淚彈的 現在天天放 是放題 是吧 任吃 國語叫吃到飽 吃到飽 你不知道台灣自助餐叫做吃到飽 那時候 嘩 放催淚彈 鳴靈彈 嘩 我覺得很大件事 再說 在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 唐英年 就是踢爆梁振英 你做行政會議照責任的時候 你始終人都要防部隊 你對付示威者 有沒有說過 知道嗎 那個可以用來兩個人 小圈子選舉 另外一個候選人 可以來質疑對方的 即是 你認為他是一個 將來做特首 就是一個強硬的特首 你質疑他 就說出防部隊 現在是叢龍小組 還有一些公安特務 是不是 扮警察 現在是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無厘的事 你可以回答他 很簡單的 我經常教別人 你問他 在6月9日 晚上11點 特區政府發的聲明 如果是 好像較早之前 林鄭月娥說的 撤會條例 6月9日之後的事 全部都沒有發生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不要跟我說是因為示威者 搞亂社會 叫他們收 對不對 始作勇者 就是你林鄭月娥說 對不對 講道理 不用跟他們爆舌吵架 不用爭 你解給我聽就行了 6月9日的深夜 你發出聲明說 6月12日這條條例 在立法會如期易讀 這條條例 這個是癲婆 你明白嗎 基本上是short了 是吧 我不信他當時會打電話問習近平 現在一百萬唱 雞說幾次會跳呢 我不信 一定是他自己的判斷 於是就出現6月20日 12日的衝擊 接著是警察施暴 記不記得 對不對 6月12日已經覺得很嚴重 哇 一鎊鎊鎊 接著721 731 是吧 即是大家 即是 你回想過去這三個月發生的事情 你一個有人性 有良知的人 你的態度是很清楚的 應該是 對不對 責任不在我方 責任不在這些前線道 通風陷阱 勇武抗爭去連突人 三任就是特區政府和他背後的主旨共產黨 好 左同學想 畢業 好 好 請請問一下黃英文先生是怎樣看這幾個月來的三霸運動 和把工把火把持的成效 或者是之後三霸的可行性或者影響力在哪個位呢 那是一個英文叫做gender setting 亦都是一個抗爭 就是一個抗爭 就是一個抗爭運動的其中一個方式 那它實際的意義就是它就是 就是表示出大家 每一個階層或者各個不同的領域的人 對整件事的一個態度 是一種方式 你說要收到一個實考 我罷課 大家真的不放學 所有停擺 這是不可能的 把工 是不是要賺錢 把市 租這麼貴 所有這些都是 只有一個象徵意義在 你不同以前 當年那個省港大把工 那個是一個火難壯闊 一個政治運動 那個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種手段 我覺得是 但反而稍為比較 相對來說 比罷工或者把市 更加有意義的就是那個爆破 始終都是年輕人 不是年輕的一代 因為它通過這些抗爭或者爆破 它又要進一步認識整個運動的本質 以及堅定它自己的立場 這個很重要 就不是真的我不上堂 通過這種運動的方式 是堅定了它的意思 是吧 還有它對整個運動的本質的認識 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有意的地方在這裏 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它實際上 對香港的作用和幫助 這些從人民的幫助 實際上有多大 還有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幫助 對香港有什麼幫助呢 有些人會告訴你 香港就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制裁香港 你制裁香港 那香港就能死 但有些人認為我要攬炒 它不只是制裁香港 它制裁你那班官員 但是我自己又不會抱太大的期望 我當然希望它可以通過 但這種說法是否會很不負責任呢 又不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真的要自知死敵以後生 是不是很漢奸呢 我又不覺得是 有些世界大同 漢什麼奸 不知道多少人可以做漢奸 被人說到漢奸就害怕 這是抗戰時期輕狂的 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互聯網時代 漢什麼奸 是瘋的 漢奸只有我們那些中國人 在中共十八大之後 在大陸有些研究 機構做了研究調查 發現在十八大二百幾個中央委員裏 有八成的中央委員子女在外國 在外國 為何會有這麼多漢奸呢 所以不要因為 有些人很怕說你是漢奸 然後你對於這些問題 在奸義對於冤不詳 不敢回應 我說什麼奸呢 二十二年人心未回歸 你自己不去檢討 是吧 在二十二年前 或者更早之前 八十年代 中英談判期間 幾多香港的所謂民族主義者 是吧 有兩批 一批就是堅定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一批就是那些所謂民主派 就是講民主回歸 是吧 我們是中國人 當然要贊成廢除不平等條約 收回香港 不過要實現民主 就是現在的民主派 民主的回歸派 民主的回歸派 我們這些是第三派 因為我快過的 我不承認共產黨 統治中國的合法性 是吧 所以我比上這個理念 我就不相信它 香港搞一國兩制 講人自講 不簡單 是吧 現在你說誰對 是吧 回過頭看 是吧 因為我記得當年八十年代初 中英談會期間 有很多的文章出現 我記得我看過一篇 就是已故的中大教授 宋文作教授寫的 在明報月刊 發揚中華文化 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有一篇這樣的文 就講什麼叫家 什麼叫鄉 什麼叫國 很有層次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來分析 不知道現在可不可以查到那些文 我記憶來身 其中他提到有一句 引用這個論語 孔子 孔子離開 他的國家離開山洞 老的 他到處去行島 周圍去宣傳他的政治理念 他又回不了他 他的國家 就是老國 他說 吳玉武樂 望老是 歸山為止 吳武虎哥 愛歸山我 我經常看著我國家 我都想回去 但是 我什麼都沒有 手都沒有虎哥 劈開我山 左隔的山的工具都沒有 是吧 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歸山為止 意思就是說 在中國 在極權統治之下 即使你愛國 甚至有些人是離開中國 滯留在海外的人 我私鄉我回去 但是歸山為止 吳武虎哥 不愛歸山 歸山就是你那個極權統治的左隔 民族主義要用文化認知的角度來看 大佬 看什麼奸 這麼多漢奸 你說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記得一次在加拿大 在一個 左隔壁演講的時候 有百五人起來罵我 你說你是不是中國人 我說對不起 我不是 香港人 香港人是中國人 我說你是什麼人 你加拿大護照 你孫勢考中英女王 我會照他入職的時候 你神經病 你不是中國人 這些事情 沒有意義的 如果現在的年輕人 會有這種困難 就不會有這個運動 是吧 22年 為什麼你一定要說他是中國人 你說他是中國人 所以你就應該 要愛這個國家 你就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你對現在的年輕人 那些是否就是廢話 對牛彈禁 你是 22年 所謂回歸22年 人心都被回歸 你貶到自己才行 你梁振英 全家都拿英國護照 這三個小孩 是吧 你林鄭月婆娘 我的兒子是英國護照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我在立法會上一次 罵那個教育局長 就是了 副局長 現在做教育局長 我們告訴我 你妻子給我讀書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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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校 是吧 大哥 你的兒子是國際學校讀書 或者你的高官 你妻子給外國讀書 然後你現在搞你什麼 死你 殘害我們香港的子女 是吧 你搞國民教育 你叫我們愛國 你的子女全部都在外國 其實這些是很簡單的辯論的 就是那些素材來的 很容易的 就是兩下KO它 所以如果它說你是漢奸 抱歉 於時間所謂 最下一條問題了 喂喂 教主你好 林鄭經常說 重啟政改要有一個 適合的社會條件 那我認為全民制憲這個運動 需不需要一個社會條件去配合 去推動 因為憲法雖然保障著我們每一個人 但是憲法其實對一個平民百姓 來講的距離都很遠 我相信甚至很多錢獲 其實都未明白憲法憲政這些概念 那怎樣才是 將這些這麼形異上的討論 帶到它公眾 所以我們就先在議會裡提 還有2016年的選舉 我們就希望可以做這件事 結果不含的選舉 選得很差 當然也不是形異上 這些是很實際的事情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它有民主 或者像台灣一樣 由一個威權時代 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 它都是通過我剛才所講的 全民制憲的方式 類似 它那時候都有國事會議 它都有制憲會議 都是這樣 民間很多學者 各方面的人去參與 一樣的做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它用一種比較純粹漸重的方式 不是通過革命或暴力的方式 它是爭取民主的 它就通過修改中華民國憲法 現在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它是半民不變的 但它是有很多爭修條款 類似美國那些憲法修正案 那些爭修條款裡面 所有的民主政治制度都是爭修條款 公投也是 所有的都是憲法 等於這個同性婚姻 它都是因為吃了一件之後 政府要立法 都是在憲法基礎上面 所以這個制憲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香港講制憲 就修改補基本法 又修改補基本法 修改補基本法 不是人大所謂的修改 就是我們香港人修改 當然在我有生之年 這個夢想都沒有辦法實現 但是你不要說 就是要摸過他自各各他 自己性格 就是希望人家性格 就是拋出一個議題 給大家思考 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是其中一個方向 所有的民主 它都不是從天而降 全世界都是的 有些是要經過流血革命 有些可以和平演變 台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它是沒有流血和平、戰異、政權 有一個威權統治 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你壞人社會經常說不行 台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即使你現在覺得 它有時黏黏沿 好像這樣 只是口水 所有民主國家 都是在互相攻擊的 就是我政客 但最後你都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那是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手段 都是工具 人民 只是目的 我們現在香港 距離這步是很遠的 但我們有這個條件 香港絕對有這個條件 教育這麼普及的社會 這麼開放資訊 這麼發達 所有的條件 我們全部都要具備的 現在只差一步 那一步就是政府不貴 很簡單 所以現在這個運動 你是有機會令政府貴的 所以人不退的道理就在這裏 是嗎 OK 好了 剛剛好 兩個鐘交到貨了 我可以回去寫稿 好 再一次多謝黃老文芝先生 今天到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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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 謝謝 的